在工作中宵夜、修福慧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感谢抱怨的人、圣言法师、真正的快乐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知道自己有哪些缺点 只是有些人心良很小,只希望听恭维奉承的话 如果你对他说一些逆耳的忠言 他不但不会知错,还会加以搪塞 您要是向他抱怨,他可能会反过来训斥你一顿 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他身上,而是你犯了错误 他自己可是一点错误也没有 引用完毕 我这两年就是碰到类似的主管 我曾对他说,某件事的处理程序与法规不合 很抱歉,我没有办法照您说的指示去做 后来他在办公室大声怒斥我 将所有的过错推到我身上 用文字游戏来曲解法规 最后再利用主管的身份逼迫我要听他的指示 虽然按照主管的指令来做事 能让我在职场上较顺遂 但我在公家部门任职,应当按照法规做事并且维护民众的权益 后来我向上请示更高层的主管,请他才是这件事情的做法 高层主管才是,依照我的方式来做才是对的 我的直属主管就对我更不谅解了 之后,只要直属主管又想变异行事 我的方式就是请示更高层的主管来才是 屡次如此,直属主管与我积怨甚深 他就利用每次考核的机会 给我打最严重的处分考核 那时候,主管这样公私不分的行为让我很生气 他不惜捏造谎言 串通其他同仁一起来诬赖我 让我的考核永远都是最低分 还要被处分 当时的我很生气 认为我只是依法行事 却要受到罪排挤和迫害 但那些总是推卸责任 不依照法规办事的同事却都没事 真的很不公平 六祖谈经 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 但自却非心,打除烦恼破 修行之后,每天在经文的熏陶之下 我的心渐渐安定 怒气也渐渐平息 我改变自己的心态 试着站在直属主管的角度去思考 其实他只是有些立场跟我不同 我们看待工作的角度不一样 他希望指派到我们单位的工作越少越好 那大家就可以很轻松 用最便宜形式的方式来处理公务 就不浪费同志们的时间 而我却认为自己凡事都依照法规走 才是最正确的 所以有底气和主管硬碰硬 认为对的人说话可以比较硬气 比较大声 才造成这许多冲突 反省之后 我告诉自己 以后一定要秉持着良心做事 再多加修炼圆融的讲话方式 或许下次可以处理得比这次更好 阿伯的话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困境中能度你的 我有你自己 你吃饭别人不会饱 别人吃饭你也是不会饱 凡事都要摸着自己的良心 上天都看着一清二楚 沟通时要透过技巧 两个硬物相撞 容易两败俱伤 有修行 心性才会光明 而人活着 寿命长短不是重点 喜要活得有意义 对国家有贡献 对社会有帮助 否则人活得越久 造越多业 那有何用呢 修行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穷困时则独善其身 显达后则须善天下 以匡正世道为己任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自己心里要有一把尺 那把尺就是天道 也就是人理 我的表哥在政府单位工作 负责监督建商有无不法情事 当时他们单位的主管受贿 并且软硬兼施 威逼利诱让整个部门都拿钱 变成共犯单位 这样谁也不会泄露秘密 但表哥坚持不这么做 导致被整个部门排挤 主管还利用年度考核机制 来逼迫表哥拿回扣 后来表哥把工作辞了 那个时候他正要添第二个孩子 再加上有老父母要奉养 有小孩要抚育 正是处处都要用钱的时候 但表哥刚正不阿 做事绝不违背良心 宁愿丢工作 也不要做任何违法违心之事 也许当时那位主管认为 行贿没什么大不了 甚至很多人都在做 但不对就是不对 不是大家都这么做 就要跟风 犯法的结果都一样 就是有罪 在金社的一篇分享文 当自己就是债主时 曾经看过一段话 真的非常有道理 阿博说 譬如大家都知道 闯红灯很危险 知道那是错误的示范 但又常常会因为 很多原因去闯红灯 难道你看到别人闯红灯了 就觉得那是对的行为吗 也想跟着去闯红灯吗 大家都去做的事 不一定是合法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你做对的事 就算被当成异类 也要坚持 因为这就是修行的一部分 如果因为别人的眼光 你就果足不前 停止继续修行 停止改过千善 那你就着象了 执着于世间的假象 那么你的修行 永远都不会进步 引用完毕 虽然表哥为了不违背良心 不做违法的事情 而辞去工作 让亲朋好友们很不谅解 但若换成是我 我也会和表哥一样的做法 做人做事要符合天理 不能为非作歹 更不能为了自身的利益 去伤害他人 出卖自己的良知 俗话说 身在宫门好修行 同样的 身在宫门也很容易造业 还望各位借之 圣之 不管身在哪里 都要奉公守法 不因贪秤吃而堕落 才能在这五着恶事中 安身立命 清静自在 分享完毕 六祖谈经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恩则效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谦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钻目出火 淤泥定身红莲 苦口的是两药 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毕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诚心饶益 沉道非有失前 菩提指向心密 额劳向外求贤 听说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身在这五着恶事当中 好、坏、对、错 都会遇到 若意志不坚定 就会被欲望和贪 趁吃牵着鼻子走 没有用智慧判断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可行的 什么又是应该避免的 如此就容易犯错造业 个人造业 个人丹 将来无边无际的苦果 都是要自己承担 每个人心中都要有一把尺 衡量在这世间的待人处事 是非曲止 修行就是在修这一把尺 透过经文的熏陶 人生中的各种磨练 以及将佛法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心中的这一把尺 就能修得更加准确 更有智慧 在衡量行事作为 与待人处事 就能不偏不倚 公正不阿 且合乎中庸之道 人要明是非 懂道理 不该做的事情 绝对不能做 无论在您面前的利益 好处有多么丰厚诱人 都不能见利妄议 不能轻易地向欲望妥协 不能为了利益 去做违心违法之事 上述有缘人分享 身在公部门 做事应当遵守法规 维护民众的利益 这是非常正确的心态及做法 虽然因此被主管刁难 但却无愧于心 个人造业 个人丹 相关的业力也自然不会与他相干 不会牵扯纠缠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精华解露 在五卓恶事 好与不好的事情都会遇到 因此 意志要坚定 用智慧去判断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因果占三成 自己的意志占七成 若是错误的行为 就不要去做 如看到别人闯红灯 自己不要去闯 故 人要修行 就是修自己能拥有坚定的意志 行为错了 就是要修正 不要因为大家都闯红灯 做不好的事情 怕与人不同 就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驻流 将错就错 那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要闯红灯 就不要怕被警察抓 不想被警察抓 就不要闯红灯 如是因 如是果 在职场上 不想被告 就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一旦做违法的事情 人生就会有污点 届时想要漂白 就会很困难 莫挖一个大坑 让自己跳下去 那么真的会追悔莫及呀 以下引用字 圣言法师 修会的同时还要修福 就是多帮助其他众生 其他的众生是谁呢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工作 跟我们共处在一个大环境之中的人 我们该如何帮助众生呢 用头脑 体能 时间 财力 都可以 帮助人就是一种修行 修的是福报 功德 这种功德 可以帮助我们 从贫病 苦难之中 得到平安 得到快乐 得到幸福 如果以这个标准 或定义来理解修行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 就可以修行 有句话说 身在宫门 好修行 为什么一个人 在宫家 机关 或是做政务官的时候 是最好的修行时机 因为这是修缮 积福 积德的大好机会 如果在法令上 政策上 执行上的方针 能够多动一下头脑 多说一句恰当的话 就能够使千万人得到利益 那就是修行了 引用完毕 吴有云 身在宫门 好修行 在宫家机关做事 一切决策方针 都与民众息息相关 因此做决策时 要以利益天下万民 为考虑 执行政策时 要请理法兼具 才能为人民 创造最佳的利益 更不会轻易地 危害人民的权益 若是为官 为公务人员 却不奉工守法 利令置婚 利用权势残害百姓等等 这都是造恶业 犯大罪 将来的无尽的苦果 都得自己承担 无人待受 仔细想想 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函数 要为了这一时的 银头小利 换来生生世世的 因果业报 轮回纠缠吗 算来算去 怎么算都不划算 阿波的话 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遇当公务人员 要以热忱为民服务 以众生为优先 世道越乱 为官者莫因世道不好 而果足不前 而是越要忧国忧民 有热忱去做事 这才是为官者的任务 为官或在工部门工作 不能贪污 想要自保 则自己身心要光明正大 心实保持的正 犯法的事不要做 意外之才不要拿 做该做的事 保持自己的原则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帮助人 做事要凭良知 良能 人在做 天在看 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可多帮助人 导人为善 知晓因果 不再犯错 身心要光明 做人要本着良心做事 做好本分的事 不要贪 意外之才 不要做犯法的事 打刑事或民事诉讼 被告者若买通法官 这是违反天理 法官因贪污而判决不公正 待其往生后会下地狱 受到严厉的刑罚 且来是要受苦刑 故为官者 要克尽职守 为民服务 千万不能贪污 如果为官 千万不能贪赃网法 尤其是大官没当好 来是出生为猪 为牛 为马 都有可能 人再厉害 都要回去接受审判 故 有在上位者 更应当小心行事 莫为利是图 压榨百姓 贪污所惠 理应时时造福苍生 处处给予帮助 这样才是有大福报的人 许多人过去世 曾为官吏 常以迷失在权势与地位 进而养成功高我慢的习性 我本是要用慈悲心 欢喜心 悲下心来改正这个恶习 我继续养尊处优 造成恶性循环 献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为官者 应以利益百姓为先 让百姓生活获得改善 即是为官者的职责所在 能造福天下苍生 乃为大福报也 天道愁轻 地道愁善 人道愁成 有行善积德者 上天不会亏待你 若过去世当官时曾贪污 会导致本事财库有破洞 此为天理循环 乎要好好修行 多慈善不失 若本事亦有为官 则不要再贪污所惠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上天未饶过任何一位贪官 也从来未曾亏待过一位 心系苍生的好人 孟子曰 养不愧于天 府不坐于人 做人做事都要正大光明 公正无私 要朝天理走 才不会轻易地行差踏错 导致悔恨众生 佛经使佛教导众生 修行改过 启发智慧 提升心性的经典 持送佛经不间断 就是实时服事内心 将心上的污浊成够 五毒恶习敌尽 消除 心就能渐渐地恢复光明 清静 让人生这条路越拖越宽 越走越正派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潮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